各位 大家好 今天這個 因為整個紀念會 通過這個音樂的方式 來表達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 我個人 是在這裡 很感動 怎麼說的 有兩點原因 第一點 可能跟我的 這個職業比較有關係 對 我是在大學裡面 教英俊 教的又是做劇 在那個環境裡面 我經常看到 同學學生 他們 每天就是都美麗的 琴房裡面在練琴 我經常在想 他們到底 那些 跟 了解 音樂的意義在哪裡 到底音樂是要創誰 這樣的疑問 我經常在這裡 都沒有感覺 我很 很 很 老實 聽 音樂 這是一點 第二點 可能 到第一點 我感覺到大學上的這些演照 很用心 所以用心 不是我們 好像在音樂室的同學 那種用心 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用心 讓你的感覺到 他們發自內心 為心來 討伴 自由自己 在這裡演唱 這是一個演奏演奏表演的時候 一個很難得的一點點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 或是每一個音樂團體 可以透過他們那種很自然的方式 很幽默 譬如若是三個月 加一句 把氣氛彈化 但是又在很自然的方式來進行音樂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地方 這是兩點 整個來講的音樂 台詠是很豐富 大家都很熟悉的 像是民謠方面 我這個時候比較熟悉的校園民歌的演唱方式 當然還有一個所謂的我們台灣人的縮唱音樂 特別是這個縮唱的部分 因為它是我們台灣早期在流行音樂下不興起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音樂表現的方法 但是今天我們不覺得說那種縮唱是落於熟透 還是說很濃厚 完全不覺得對 怎麼說 因為他們有辦法用這種 比較熟於80年代 70年代 比較屬於搖滾的方式來表現 這是一個跟時間結合的一個有在潮流的前面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地方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縮唱 因為我覺得在我們台灣流行音樂裡面 用縮唱的方式是一個很少人去掌握的方法之一 這是可能這幾年才開始有人去嘗試的 在那我自己感覺 在我聽過這很多流行音樂裡面 可以成功透過這個縮唱的方式 來表現的幾乎兩個人 大家今天很慶幸 這兩個人都在台下頂 一個就是陳明章 一個就是朱玉琳 所以我今天對他們很期盼 就是希望他們在接在立 幫我們寫出很多屬於這塊土地的音樂 讓大家來這裡享受 這是我對三半場的一個感想 下半場的音樂 是剛才主持人李仙宜已經介紹過的 都是用整個生死早期 就是在那幾十二年 自己演的一些音樂劇 這個音樂劇裡面 我剛才有看那個唱歌 《抑昇鐵花》看 裡面有很多都是 我們大家很熟悉的民歌 台灣歌 有一點點是國府的 或是他們套過台灣民謠的旋律 讓他們去唱歌 唱歌 用國府來表達 這個方式是一個很典型的 被壓迫民族的方式 怎麼說 我猜一個例子 19世紀初期的時候 大家知道 意大利那時候 不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被... 就是說也是去管的 讓澳國 和法國管過 讓這兩個國家管過 當初 那時候 大家知道 有一個很有名的 祖極家 意大利很有名的祖極家 就是威爾蒂 這個人 大家都很熟悉 他創作 三十幾步的歌劇 在那個 他的創作 他的創作 那個創作 就是說 意大利還沒有統一之前 他的創作 他都是透過 透過間接的方式表達 他對那個... 意大利那個... 就是說 要復國的那種心願 但是 那時候意大利 因為受人慣 所以 他們有很強的 那種創作 就是有一個 審核的 單位 來專門 審所有的 那個劇本 所以 當然 不管威爾蒂 是很有名 或是沒有名 都要經過 審查的 單位 通過 所有的劇本 才可以上舞台表演 有一個 伊札基的 一個 真有名的 歌劇 他就照 那個聖經鼓勇的故事 就是說 猶太郎 要復國的 心情 那段聖經的故事 來動作 這個 他歌劇所有的 那個 主題 主題 很成功 把台下 台下的 那種 聽眾 那種 心情 都帶到 一個高潮 當然 這是一個 很電信的 作法 當然 我不知道 今天 這個 影響的 內容 是怎樣 因為 我也沒有看過 所以 我也沒有辦法 對 說什麼 但是 我相信 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在這裡 對 頭部的 憶審 叫我 留一些給他 說 所以 我就把以下的時間 都給他憶審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